我現在在吐了,很忙 就好了 那我怎知道電影什麼時候結束 電影哪有結束 我只叫台長佔了一堆劏夜的畫面給你看 我丟 我丟 我跟他丟 喂 喂 你的配音源呢 我想這個配音源傻了 你看看他 目光 呆滯 對他的瞳孔磅大 他還沒有脈搏 好笑 要不叫醫生檢查一下 好 你們等我檢查一下 真的沒有脈搏 叫白車 是 現在馬上打 怎樣 玩夠了嗎 其實醫生和你今集說什麼 說健血 其實做手術是否一定要健血 是呀 你們是否也喜歡健血 會不會舔手術刀 叫你們看片 其實就是叫你們不要看片看上路 其實很多手術 因為製作人為了要增加血液效果 就特意把一些很簡單的手術 做到好像很複雜 要血流到巴巴聲 其實大部分手術都不需要健那麼多血 那有什麼手術是不需要怎麼健血的 好像微創手術這樣 其實手術都可以分不同程度 有些簡單手術 甚至我們做完之後 下午已經可以出院 那這些手術就可以 不用巴巴聲地流血 有什麼手術可以瘋狂健血的 其實想瘋狂健血都挺難的 因為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病人都是想盡量微創 盡量傷口細 盡量流血少 除非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或者緊急情況 才有機會巴巴聲健血 所以現在大部分手術都是微創 你想健血都很難的 又或者做手術那兩個傻了 亂喝湯亂切 便會巴巴聲健血 其實外科手術的目的是 為了拯救生命 所以永遠都是經過醫生的精心設計 要盡可能地控制和減少血流量 所有手術切口 都是經過特別的設計 會盡量避開大血管 和重要的神經 在手術前 外科醫生會根據病原的位置 和解剖知識 設計皮膚的切口 最大程度暴露病原的位置 但是同時又要選擇破壞最小的落刀位置 開始切皮之前 往往都會在切皮下注射局部的麻醉藥 腎上腺素或者清水 這樣都可以起到減少出血的作用 但醫生有時都沒有辦法避免要切斷某些血管的時候 例如一些淺動物 醫生就會盡量先找出牠們 再用雙極電營棒燒斷這些血管 燒焦了之後再用手術刀切開 這樣基本上就不會流血了 所有的外科醫生都是訓練有數的 所以做手術時落刀的深度都會控制得很適宜 不會太重手的 手術開始之後 醫生會一邊落刀 助手就會用沙布按壓著切口的邊緣 再用吸引氣接著吸走血 目的就是要顯露切口 另外就是按壓止血 這樣都可以有效減少出血的 當處理較大的皮膚切口時 就會分層和分段處理 然後分段用血型止血 再加上特定的止血夾 或者工具來協助止血 而至於皮下或者肌肉 就會用電刀切開 電刀一邊切就可以一邊即時止血 整個過程又緊張又刺激 但總括來說 外科手術的切口 是千除百年得出來的方案 是前人經過千千萬萬次人體解剖 和醫學前輩大量的研究 再加上不斷的實踐總結 最終留下來的經典 所以就如鄧醫生之前所說 外科手術其實是一門講求精準 而且要求純熟的手藝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回去準備下一集 你不要無緣無故轉了個通才行 都沒有血體了 還在說什麼 有血你不是又是不看 你們慢慢吵 我先走了 你去哪裡了 我又夠鐘要拯救生命了 即是她去做手術 我們先進去 有血了 都說沒有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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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